严查严办,仅止参赛,广东南人做出争议决定,姚明视而不见惹众怒 大家好,欢迎来到9点体育,9点体育早上叫9点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的纽,让更多喜欢CBA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段视频 好了,我们严谤正传 CBA第三阶段的比赛是即将开始 不过现在球迷最关注的问题就是 CBA2022年的全明星周末的比赛 而这次比赛也会给球迷带来更多的快乐 毕竟有很多的年轻球员是表现不错 给他们展示的机会 就比如今年的比赛中 表现非常出色的胡金秋,陶汉林,林书豪等等 而这次广东南的操作确实是亮了 大家都知道,CBA全明星比赛之前 肯定要有投票的阶段 给自己心目中的球员一票 来选择出南方和北方的首发球员 而大家也是发现了一个非常恶心的视角 广东南疑似作弊 那就是广东南的作为南方的队伍 南方明星队竟然投票数量前五的队员 清一色全部是广东南来 其中一间连赵锐,周鹏,胡明轩,任俊飞上榜 而球迷也是表示,胡金秋去哪了 你要说一间连赵锐,周鹏,前三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胡金秋作为中国南来未来的内线接班人 竟然比任俊飞票数还要低 这是什么操作呢?胡金秋本赛季投篮命中率高达70% 如果按照个人能力来看 李当应该排名第一的位置 比一间连还要强 而这样靠作弊刷票的排名 这种全明星不看也罢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广东南的球迷投票基本都会调给一间连 还真有球迷能够忍住 不把票给一间连和赵锐 专门去给任俊飞 很多球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今球迷认为黑幕的问题是非常严重 刷票的嫌疑是更严重 而大家也都知道 广东南在第二赛季三场比赛时伤了11人 没有任何处理 罚款没有,禁赛没有 姚明连口头警告都没有 结果人气还是这么高 刷票刷到前五 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姚明或许就离下课不远了 CBA联赛不是广东南一支球队 如今二十年来 广东南拿了八头冠军 说姚明没有照顾广东南 很多人都不信 目前韩德军受伤还没好 至今没有说到广东南的道歉 甚至给威姆斯加油打气 送回到广东进行休息 吃炸鸡逛商场 任俊飞更是一周 把对面的脸皮缝了十针 如今投票上 还是理性看待比较好 刷票这种手段不值得 球迷更是表示 既然任俊飞能够上前五 怎么没有看到任俊飞呢 这哥俩票数怎么差这么多 建议刷票的球员 直接选择禁散 十年仅止参加全明星 那么大家怎么看这问题呢 向大家点击观众纽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欢迎订阅 请订阅 谢谢观众 下车 请订阅